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3號星期三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 直播一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中國頭部房企 華夏幸福千億爆雷 房企資金危局 我們先講講這個案子的情況 華夏幸福2月1號發布公告 52.55億債務預期 就無法償還 公司可動用的資金僅剩8億 那麼今年到期的債務超過1000億 至此華夏幸福陷入第二次資金鏈的危機正式承認爆雷 那麼截止2019年的6月底華夏幸福的資產規模超過4500億 那麼他在2018年 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 排名第9 然後19年到20年都排在第12位 那麼這家公司呢 平安集團 平安集團持有他25.25%的股權 然後他的最大的貸款銀行是工商銀行有100多億 那麼今年以來已經發生 已經發生兩起千億以上的暴雷 第1起就是1月13號 這個小牛資本 深圳警方宣布對小牛資本立案偵查 罪名是這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那麼小牛資本曾經是 是深圳最大的P2P的融資平台那麼累計成交是1171億 註冊用戶有600多萬那麼第2個就是 今年1月29號 海航集團宣布 破產重整 那麼海航集團曾經規模達到12000億 這是非常大非常大規模的企業 那麼進行破產重組的這個實質開始 那麼幸福華夏幸福那是1998年 他的老闆叫王文學1998年創立 最早是做這個工業區工業園 工業園開發 那麼2011年8月29號在上海 政教所上市 股票簡稱華夏幸福 那麼他最早出問題的是2017年2017年 環京地區主要是河北 河北廊坊張家口 開始限購令 然後整個圍繞著北京的這個房 樓市降溫急劇降溫 當時他出現了現金流下跌 這是他第1次資金鏈 出現資金鏈危機 然後他就開始 開始引入平安集團 平安資管資產管理公司 兩次2018、2019 收購華夏幸福的股權 持股量達到25.25%成為第2大股東 那麼 同時呢2018年 平安資管入股的時候這個王文學跟這個平安資管 簽三年對賭協議 三年對賭協議但是 2020年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他跟平安的關係就鬧翻了 然後 從2018年開始 華夏幸福 華夏幸福2018年他的銷售收入達到頂峰 1600億 所以2018年他排在 全國開發商就是房地產企業 排第9 然後就開始下跌 跌到2020年2020年他還是 還是排第12 但是他的 銷售額已經跌到了不到1000億 963億 那麼 去年開始 華夏幸福受到重創當然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疫情 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 他主要的土地跟樓盤都圍繞著北京 就環境地區 那麼疫情 大家知道石家莊疫情又比較反覆 所以呢他現在的情況是什麼呢 他公告說 因為收到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環境信用環境跌加 疊加疫情影響 那麼2020年 這個第四季度到現在 公司到期需要償付的融資 本息 559億 剔除主要股東支持的融資現金流 融資以後現金流為-371億 那麼公司流動性出現階段性緊張 導致部分債務未能償還 那麼1月31號 華夏幸福他賬上的資金 余額 余額是 236億 那麼只有8億 可以動用 等一下我給念一下 這個被凍結怎麼個凍結法 那麼 只有8億可動用的資金 那麼華夏幸福如果要走出困境 就必須 融資 那麼融資融不融得到呢?看一下 2019年9月華夏幸福拿到的授信額度 3795億 授信就銀行給他的授信 但是他貸款是這樣 排第一工商銀行139億 渤海銀行42.5億 新業銀行30億 那麼到了去年的第3季度 華夏幸福 踩到了三道槓 三道紅線 三道紅線就是這個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制定的這個 開發商貸款 貸款規模的限制 他是這麼限制的三道紅線第1個 剔除預售款後的資產負債 不得大於70% 然後房企淨負債不得大於100% 現金短債比不得小於1 那麼華夏幸福是怎樣? 華夏幸福總負債4159億 4159億 淨負債率達到了 214% 那麼現金短債比是0.41倍 那麼 這已經全採光了 所以他沒辦法跟銀行再借款 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 三道槓全過 紅燈 紅燈企業不得增加任何一分錢貸款 所以他沒辦法從銀行獲得貸款 然後呢他的一年期 總負債當中 有息負債規模2185億 有息負債 就是他整個的債務是2185億 主要是短期負債 其中 短債是343億 一年期到期的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負債 是598億 應付債券525億這兩個加在一起已經1100多億 1100多億 將近1200億了 那麼現在 華夏幸福的出路在哪裡 華夏幸福現在出路只有一個 找政府 政府搞定要政府 批他 銀行再給他貸款 否則他就完蛋了 2月1號 華夏幸福召開金融機構債權人委員會 那麼有200家債權人 分別 北京廊房上海深圳六個會場 然後這個 然後就是債權人開會 銀保監會 人民銀行 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銀保監會 證監會 都參加然後河北省 狼房市 都參加 華夏幸福的老闆王文學在這個會上向債權人致歉 他說呢他錯判了 環金 就是圍繞著北京 環金地產形勢 然後激進擴張 然後正好碰到疫情 導致公司出現當前的局面 他說個人非常的愧疚無敵自容 然後表態華夏幸福絕不逃費債 他說他在會上說他說今年 華夏幸福到期債務1000億 那麼賬上資金240多億全部受限無法還債 當時 2020年其實他的年報已經講了 當時2020年的中報他當時的 賬上的資金是412億 那麼其中有368億是受限 怎麼個受限法呢我念給大家聽他就大家就知道 開發商的賬是個怎樣的賬 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沒有爆雷,爆雷就會知道 那麼他是這樣,受限資金規模368億 其中19.07億 是什麼呢 是農民工工資儲備金,履約保證金,這個不能動的,這是一個 然後是298億存貨 28億固定資產 8.45億投資性房地產 7.03億無形資產 7.22億再建工程 全部都被抵押了 全部都是拿來抵押了 所以他就沒有錢了 王文學說 以持續經營為前提,償付方案 持續的經營逐步還債,就這個表示 然後一行兩會,一行兩會就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 希望債權人客觀看待華夏當前的流動性危機 華夏新福應以市場化 法治化的原則 推進債務化解 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 那麼就是這個,就是一行兩會,就是官員,官員表示 然後就是 他的 債委會,兩大債委會主席單位,一個是 一個是 中國平安,一個是工商銀行 然後平安資管 第二大股東 他的資管的負責人在會上說,平安將守住 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切實履行相關職務,幫助華夏進行債務化解 然後工商銀行說 工行將不抽貸,不斷貸 希望華夏幸福能夠堅守不逃費債的底線 提出化解方案 然後 這裡面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是 2月28號 這個月底 華夏幸福有一筆5.3億美元的美元債 即將到期 那麼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第1個 能不能兌付 這是第1個 第2個 如果兌付了的話 如果不對付 那他就是外債 外債的影響很大 如果兌付的話 那你國內的53億怎麼辦 你國內53億 你還不了 海外的5.3億美元你還得了,這講不過去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這個情況,這個月底又有一個 有一個雷要爆,大概是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人民銀行從去年開始,去年8月份 開始出了針對開發商三道紅線 這三道紅線基本上是中國開發商的催命符 什麼意思呢 中國的開發商呢 基本上都是 超額融資 就是他融資規模已經超過他的資產規模,大部分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的,中國房地產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認為 當然主要是郭書清啊,郭書清認為 中國的房地產 房地產 給這個中國的這個 金融系統 帶來這個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個灰犀牛 這是郭書清說的 所以呢 人民銀行也好,銀保監會也好,就開始收緊 收緊對開發商的融資 兩頭收緊 一頭收緊是從 開發商的角度入手 就是 你們要把所有的帳門打開 進行全口徑統計 所以跑不掉現在 包括 或以股 增 增 增債甲股 都算進去 就是 假裝這個股權融資,實際上是信用融資 全部算進去,所以跑不掉 從這個角度 設定三道槓 這個三道槓一上一出來,很多房地產企業都要倒閉,因為 很多房地產企業都 都過了這個三道槓 三道紅線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 就從銀行的角度出發 銀行的角度 是去年12月,去年12月出了一個規定,什麼規定呢?就是 銀行,銀行給開發商 給這個個人的按揭貸款 不得超過一個比例 他設定 根據不同的企業,銀行的規模 屬性 設定不同的標準 然後你不能超過這兩道槓 也就是說未來進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會越來越少 只是至少不增加 那麼這樣的後果是什麼? 開發商從銀行獲得的資金 那現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跑到海外去融資 可能性已經非常小 然後用其他的方式,用這個 信託的方式,用股權 真債假股的方式,全部都已經被 被堵死了 那麼現在再把銀行這條路再堵死 那大部分的開發商都有資金問題 大部分開發商 那好在什麼呢 好在去年呢 有一些地方的房地產還比較火 還比較火的這個房地產 正好如果這個開發商 在火的這些城市他有項目 他可以回籠資金,這沒問題 就正好 瞌睡碰在枕頭 但是如果火的城市,你沒有這個項目在裡頭,那跟你火也沒關係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就是 中國的房地產商 今年 就會陸陸續續的,你會看到一些 像幸福,華夏幸福這樣級別的 爆雷 華夏幸福你想一下 最高是前9名 現在是第12名 規模是非常大 他仍然發生這樣 其實你去打開各個開發商的帳本就知道 其實他們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開發商的情況 跟華夏幸福是差不多 只不過華夏幸福這一口氣沒喘上來 為什麼 因為 今年河北 河北的疫情又爆了 河北疫情一爆,你說這開發商做什麼聲音不用做了 所以這個階段呢就 影響是非常的大 影響的非常大 我還是那句話 就是說 開發商 開發商做的是什麼聲音,做的是資金的聲音 開發商指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 他們之間的競爭並不是說 利潤的競爭 中國開發商的競爭是什麼競爭,是規模的競爭 不掙錢沒關係,但是你要把規模擴大 不斷地擴大規模 擴大規模就意味著什麼 需要大量的資金 所以永遠開發商的錢都是不夠的 開發商有一個副總 永遠都在跑錢 什麼錢都借 只要能借到的錢 高利貸 高利貸不在話下,高利貸就是你借不借的問題 他甚至向個人借 這是規模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想一下 其實 政府不斷地拿開發商的資金鏈來消解這個金融風險這個做法 是非常錯誤的 你看那裡有個馬蜂窩 這個馬蜂窩遲早是個事 不如我現在就去捅 政府現在拿著這個棍子在那捅馬蜂窩 現在有幾個馬蜂往外跑 他捅在那捅,想把它捅下來 就是我消解金融危機 政府的做法有點像當初的這個P2P P2P有暴雷 P2P他自己監管不足 所以出現暴雷 所以他的做法是什麼 既然會有風險那我就把它全關掉吧 就人為的製造了一起新的這種 這種 危機 這裡面是一個 這是個情況 還有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情況?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去年 去年大家說這個房地產 火 房地產火還有一個問題 我之前我沒有這個 沒有時間報 去年人民銀行 公佈的一個數據 其實呢他是什麼數據呢 他叫個人經營性貸款 去年房地產火其中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 個人經營性貸款 增長20% 個人經營性貸款是幹什麼 你比如說 我有個房子 我供完了 或者我正在供的房子 那麼 房價漲了 房價漲了呢比如說我原來房子100萬 房價漲到200萬 銀行就跑來跟你講 說你可以把那房這個200萬的這個中間不差100萬 你可以把這款100萬貸出來 你可以再去買房子 這就叫經營性貸款 經營性貸款 和 如果用一個大家很容易聽得懂的話 詞彙叫什麼 就叫次貸 中國去年的次貸 增長了20% 達到多少 達到13萬億 這是幫助 這是幫助去年房地產火一把的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那麼現在 上海開始查 上海開始查 我看一下 東莞開始查深圳也開始查 四川開始查 查什麼查這個次貸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房地產的這個形勢沒那麼樂觀 請大家 我在這裡提醒投資者 我還是那句話 這個去年也好今年也好這個 經濟形勢不好 大家投資謹慎一點 房地產企業也是如此 這個股市也是如此 你看華夏幸福上海上市 停牌了已經 跑不掉了 好吧那我們今天主題就講到這裡我今天 腰患復發所以我堅持把它講完 那麼我們下面呢我們就進行互動啊就大家盡量的簡潔 我們盡快的完成 好吧 我們下面進入互動啊進入互動之前 溫馨提示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進入互動之後呢請大家不要聊天四個 情況 情況問題觀點情緒 好嗎 好那我們觀點我們講三個觀點第1個 反送中後開始關注政治時事在油管上看很多中文自媒體 但都不能完全被說服 自從遇到網捨逐漸被影響我也學會用客觀的角度看待各類問題 十分感謝您的心情付出 現在每天聽完兩期還覺得意猶未盡OK好吧 觀點以後作為 作為購房主力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加上獨生子女夫婦擁有從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加上各自父母承受的一共四套房 房體產 房商品房會出現 大規模供過於求所以從人口的角度講 中國現在的高房價 地上和將無以為繼 提問請問王老師為什麼中國的 房開 開發商 要利用規模進行運作畢竟這個雷畢竟要爆的 而且影響國體基礎的爆雷 為什麼要進行規模的操作 那是這樣 早年的開發商 早年的開發商 他掙錢掙什麼錢 早年開發商掙的是土地爭執 他買了一塊地 買了一塊地之後呢 然後他就進行開發 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房價就漲了 房價就漲了他原來買地的時候樓面地價是10塊錢 現在樓面地價變成樓價變成20塊錢 他把這個 把這房子一賣他就獲得了巨額利潤 所以 開發商早期的開發商靠什麼掙錢 靠土地增值掙錢 這是一個 然後慢慢的呢慢慢的變成什麼呢慢慢隨著這個土地 增值的規模沒那麼大的時候 慢慢的開發商需要通過什麼掙錢 通過規模來掙錢 因為他只有通過規模才能夠把 成本降低 把這個利潤拉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現在開發商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銷售 銷售額越來越高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如果你的規模不夠大或者增長得不夠快 你就會被 被兼并 你就會被兼并所以這就是中國 開發商 不斷地擴大規模的原因 他 不開發 他不擴大他的規模他可能到最後地都拿不到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市場特徵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中國人民銀行跟銀保健會 去年的這兩個措施出來之後 中小企業的 中小房企的生存空間就應該很小的 很小 那麼再往下 就會有倒閉潮 再往下 情況王老師好我一直就職於上市房地產公司 2016年移民西班牙18年前 清空手裡所有房產 之前公司每個月發工資都是高管和財務的難關 每年春節前工程款更是大債 賬上這麼一錢 10%已經很低的利率不計行事 只要融資到賬謝天謝地 這種情況確實一直存在 2016年以後尤其不計利息不計一格 隨時時刻刻都等錢下鍋 你還是上市公司 沒上市的 我都說過你別看那些 幾百上千億市值的這個 這個房地產公司 讓他拿100萬現金出來拿不出來 真拿不出來 所以實際上他們的 中國的開發商的資金鏈非常的脆弱 那麼宏觀經濟形勢稍微收緊 很多很多公司的倒閉 所以從華夏幸福 華夏幸福其實你可以看出 中國 人民銀行跟銀保監會的這兩個政策 我送他兩個字 玩火 火 火玩大了會自焚的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個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 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下碼 謝謝 謝謝